花木创作的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283集 让路上见一位老朋友 罗哥一脸狡黠地看着陆婷川 陆婷川扫了眼被蒙着头的女人 他猜不到是谁 但内心却生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目光落在那个女人的身上 看着他头上的黑头套被取下来 露出那张脸来的时候 陆婷川惊得撑大了双毛 他激动地冲上去 眼底全是震惊 不可思议和激动 让他 哥 女孩也一下子就扑进了他的怀里 紧紧地将他抱住 眼泪像开了闸似的不断地滚出来 阔别五年 本以为再也不会出现在生命中的人 突然就这样出现了 那种心情 那种感受 没有人能体会 陆婷川意识紧紧地将他搂在怀里 像失去了珍宝 又重新被找回来了一样 从不轻易泄露自己情绪的他 这一刻也红了眼眶 没有人会想到 亲眼看着掉进海里的人 最后还能活着 旁边的罗哥 看着这样感人的一幕 面上那得意的笑容更深了 他就知道 这个办法 绝对能够对付陆婷川 兄妹俩平息了一下情绪 松开了手 娜娜吸着鼻子 看着他的双毛 还是眼泪汪汪的 陆婷川给他擦了擦脸上的泪 安抚他 没事了 没事了 陆少和娜小姐 果然是情深义重啊 陆婷川就知道 老罗出马 手段固然是不一般 他握着娜娜的手 对罗哥说道 你要藏宝图没有 不过 我可以带你去 陆少果然爽快又明智 罗某佩服 但是 我也有我的条件 陆少请说 把他们都放了 我一个人留下 陆婷川之前还在想 找什么办法 能让他们把纳兰宇放了 且又不让他们察觉到 纳兰宇对他的重要性 现在有了娜娜的出现 正是个好时机 陆少的精明过人 罗某自贪不如 所以 两位美人 罗某暂且替陆少 好生伺候着 保证不让他们受半点委屈 但是 陆少也请放心 只要一看到宝藏 罗某立刻放人 还没有看到宝藏在什么地方 就把人质给放了 罗哥绝对做不出这么蠢的事 再说了 以陆婷川的身手和心机 他可不保证 自己的人真的能够留住他 可以 陆婷川也知道 老罗心思缜密 在没有让他安心之前 要求他放人并不太可能 所以 他也不多说 纳兰宇也有专门的医生 过来为他处理伤势 陆婷川坐在门口 娜娜也在他身边 他问了一些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又问了五年前坠海的事 娜娜告诉他 五年前坠海的事 只是一个欺骗他的假象 这些年 老罗把他拘禁起来 比坐牢看得还要严 以至于 他没有办法联系到陆婷川 对于陆婷川来说 罗哥是早有预谋 听闻来龙去脉后 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娜娜见他不说话 就转移了话题 哥 里面那个女孩是什么人 是我嫂子吗 陆婷川微正 视线朝纳兰宇所在的房间 看了一眼 眼底的神思沉了沉 他并没有回答娜娜的话 而是握着他的手 窥探道 这些年 让你受委屈了 只要还能见到哥哥 让我做什么都不辛苦 放心吧 哥不会再让你有事 陆婷川揉了揉他的头 充满了宠溺 哥 那你告诉我 他们到底要你做什么 是不是很危险 放心 再危险的是 有哥在 哥 我不要你为我做任何冒险的事 如果你有事的话 我也不会独自活下去的 不许说傻话 你现在长大了 要学会独立面对生活 我不要独立面对生活 我只要能陪在你身边 就心满意足了 好 陆婷川将他的头发 拨到后面去 内心的重逢的喜悦 迟迟没有散去 那你答应我 不要做傻事 放心吧 久违的亲人 回到自己身边 固然是意外的惊喜 但陆婷川这会儿 更多的心思 在另一个人身上 胸口那隐隐的痛 一直没有停止过 只是这一刻 更加的深刻 清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听到了 他久等的消息 手术很成功 但是身体虚弱 需要静养 这样就好 陆婷川去找罗哥 说明越早走越好 否则被石灵他们发现 他失联的话 肯定会给他们的行动 带来不便 看似是为罗哥着想 但事实上 现在纳兰与处于病中 肯定不适合长途跋涉 如果现在出发的话 罗哥就没有办法 带着一个伤重的人 但是罗哥也是个聪明人 而且跟陆婷川有过交集 对他多少了解些 所以并不采纳他的建议 以他这边人员 没安排到位为由 拖延了时间 第二天下午 纳兰与醒了 陆婷川两小时不到的时间里 两次来到他房间门口 但最终 还是没有转向他的房间 只是在经过他门口的时候 遇到从他房里出来的护士 他询问了两句 得知纳兰与情况还稳定 就是情绪比较低迷 听说他情绪低迷 陆婷川的内心 更加不好受了 这个时候 他不应该对纳兰与 有半点关心 其实 问了护士之后 陆婷川心里还在自责 不应该去顾问 纳兰与现在 是姓罗的手中的人质 姓罗的 自然不会让他死 纳兰与自从醒来后 就一直靠在床上发呆 眼前全是昨天发生的那一幕 陆婷川不理会罗哥的危险 甚至还眼都不眨地对他开枪 冷漠地没有多看自己一眼的样子 他看到纳纳时的激动 和毫不犹豫 答应罗哥的一切要求 纳兰与从不敢奢望 自己在他心目中有什么位置 但是相比之下 他在陆婷川心目中 大概连纳纳的一根头发丝都不如吧 这样反倒正好 断绝他心底那些见不得人的妄想 只留下仇恨 这样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他发誓 他绝不会再犹豫 绝对不会 再次回答